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收敛 收敛指的是当路由环境发生变化之后 各个路由器调整自己的路由表 以适应网络拓扑结构的变化 最终会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这种状态就是路由表与网络拓扑状态保持一致 也就是说我们路由表里面存放的这些路由路径的信息 比如说我这个主机A到另一个主机B 需要经过路由1路由2 这个是与我们网络整个拓扑状态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我能到达的这些路径 在整个网络当中确实是可以这样走的 确实是可以存在的 如果什么叫不一致呢 就比如说我这个网络拓扑 网络状态它有一道链路是已经断掉的 但是我们这个路由表没有更新 就是他觉得那条路还是可以走的 那这种情况就是他们的状态保持不一致了 这种状态不一致就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更新 下一个周期内更新之后 这个路由表有关于那条断掉的链路的信息 就已经更新到了 所以那个时候才会达到收敛 那这个收敛呢 越快的话 路由器就越能够更快的适应网络拓扑结构的变化 这个是很自然的 我们知道所以这个收敛 它其实就是一种平衡的感觉 整个保持平衡的感觉 那我们再来看这要题里面 所谓路由收敛应该指的是哪个 看选项A 路由器能把分组发送到预定目标 这个不是收敛所表达的内容 这个路由器把分组发送到预定目标 是它自己能够确定好的这样一个路径的问题 而不是收敛有关的问题 B和D选项也是与收敛没有什么关系 C选项刚好是我们刚才说过的 路由表与网络多部结构保持一致 这个指的就是路由收敛了 那我们知道在强调这个路由收敛问题上呢 有一个协议叫RIP 那RIP呢 它会是有一个路由收敛慢的问题 也是坏消息传的慢 在这里面我们再额外的讲解一下 它为什么是坏消息传的慢 为什么是路由收敛慢呢 假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简化的网络 C呢就是一个网络 R1和R2分别是两个路由器 那R1到C网络 它们是直连 所以做跳数就是1 那R1到C网络 就是一个一跳 那R2到RC呢 需要经过R1 所以R2到C就需要两跳 那这个时候 中间这条路由路断掉了 那这两个路由表就开始有进一步的更新 那R1发现自己这个地方连不通了 所以它就看别的有没有 这个经过能到达这个C的路由路径 它看到这个R2到C是两条路径 然后它和R2因为又有一条路径的距离 所以R1就把自己的这个路由表 到C的网络这一条 调整为到C需要经过三条 那R2再一次查看 发现 这个R1怎么到C网络要三条了呢 那我也要再改一下 因为我不是直接到C的嘛 我是经过R1才到C的 所以这个R2就把自己的这一条路由表向 改成了到C网络需要经过四条 以此类推他们俩互相加互相加互相骗自己 说还是能到达这个C网络 最后直到两个人都加到了16 那我们知道16是指这个网络不可达了 那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 原来这个C网络是达不到的 这个就叫我们坏消息传得慢 就虽然这个链路断掉了 但是两个人还是以为可以到达 所以就各自相加各自相加 最后加到都加不了为止 加到无法到达为止 这个时候他们才收到这个坏消息 所以这也叫路由收敛慢 那最后这条题就选择的是C选项 好本道题讲解结束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条题 以至条件说距离时量中 有这条信息R2到达Net1网络是16条 那我们知道在R2P协议当中 16条代表的就是不可达 所以R2是不能到达Net1的 B选项就是错了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R1在收到这个信息 并且更新路由表之后 如果他需要经过R2到达Net1的话 那他的跳数就应该在这个16的基础上 再加1 因为他们两个是相连的两个路由器 所以他的跳数就变成了17 当然17也代表不可达 所以R1是不可以经过R2到达Net1的 也是不可达的这条路径 所以说R1和R2都不可达 但是呢我们不能说这个A选项 A选项说R2可以经过R1到达Net1 跳数为17 这个跳数呢首先是不正确的 其次我们不清楚R2是否能通过R1 到达网络1 在这里面我们画一个图 那现在已知的条件呢 是这个R2它到Net1 是这条链路就是不能走的了 行不通的 R2到Net1是不可达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R1到Net1 是否还有一条链路 那如果有的话 那R2可以是经过的 可以经过R1到达Net1 但是也有可能没有 那没有的话 这个就到达不了 所以A选项我们判断不出来 它自然也是错的了 所以最后这道题应该选择的就是D R1不能经过R2到达Net1 好本道题详细结束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OSPF协议 它一共有五种分组 第一类就是这个问候分组 Hello用来发现和维持临战的可达性 那题目当中说 用来保持与其邻居的连接问题 那这个就是可达性所管的一个方面了 那这道题自然就选A选项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分组类型 第二种就是数据库描述分组 这个考的时候比较少 但是我们要知道 它是向林湛给出自己的 链路状态数据库中 所有链路状态项目的摘要信息 第三类 第四类 第五类 它们都是有关于链路状态的分组 那一个是链路状态请求 一个是更新 一个是确认分组 在这里面就不做具体的讲解 我们考察的通常都是这个最简单的 这个Hello分组 就是建立连接的一个分组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几个选项 这个LSU呢 就是链路状态更新 也是属于这个OSPF分 协议当中的分组类型 但是B和C就不属于它的分组了 我们知道这个B呢 Keepalive 它其实是BGP四种报纹当中的一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它四种报纹 第一种就是这个Open打开报纹 用来与相邻的另一个BGP发言人 来建立一个关系 也相当于是这个Hello分组 一样建立连接的一种报纹 第二种呢 就是这个Update更新报纹 它是用来发送某一路由的信息 以及列出要撤销的多条路由 那第三种就是保活报纹 Keepalive 就是这道题里面的B选项 它是用来确认打开报纹 和周期性的证实临站关系 这个就是确认存活的一个报纹 再来看第四种 就是这个通知报纹 它是用来发送检测到的差错 就是有关于差错检测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报纹就是主要负责这一块 那我们就看这个B选项 自然就不是OSPF协议当中的分组类型了 那再来看这个C呢 SPF最短路径优先 它其实是我们这个路由选择的一个问题 它不是我们OSPF分组当中的类型 所以C也不应该选 那最后这道题居然选择A 好本道题讲解结束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首先呢我们看这个OSPF协议当中 它有四类路由器 分别是这个内部路由器 主干路由器 区域边界路由器 以及这个自治域系统边界路由器 那我们这个新选项自然就是正确的 我们再来看其他几个选项 首先呢要知道主干是什么 主干负责在非主干区域之间分配路由信息 相当于是一个leader 他就分配所有的这个路由信息 做一个统筹和引领的作用 那我们OSPF呢通常会将主干区域指派为 区域0或者是全0 主干区域当中 又于连接主干区域和其他下层区域的路由器 都称之为区域边界路由器 而只要是在主干区域中的路由器呢 都叫做主干路由器 所以因为这个关系 我们这个区域边界路由器和主干路由器 是可以是同时是一个路由器的 所以这个D选项说错了 它是可以兼做区域边界路由器的 那我们再看其他几个选项 首先这个A OSPF协议将一个四尺域 划分为若干个域 有一种特殊的域叫做主干域 那这个是很正确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有一点 就是可以没有主干区域 可是当你区域很多的时候 就一定需要有一个人来管事了 就一定需要这个主干区域的 那这个B选项 区域之间是通过区域边界路由器互联的 那这个区域边界路由器 它这个启明的缘由 就是因为它在每一个区域的边界 然后呢 用于连接主干路由器和各个区域之间 这样进行一个连接 所以B选项也是正确的 在这边补充一下 这个自制系统 一个自制系统是一组路由器的集合 它们拥有同样的选路策略 被同一技术管理部门管理运行 所以这个自制域系统边界路由器 就是在这么一个自制系统的边边 有这样一个路由器 它负责与外界沟通和交流 所以这道题错误的自然就是递选项 好 本道题讲解结束 好 我们来看赛这道题 它问的是直接封装 RIP OSPF BGP 这三种报文的协议分别对应哪个 首先呢 RIP 它是一种分布式的 基于距离向量的路由选择协议 通过广播UDP报文来交换路由信息 所以就在C和D里面选 我们再来看OSPF 它是一个内部网关协议 要交换的信息量就非常大 应该就使报文的长度尽量缩短 所以不会使用传输层的协议 而是直接采用IB层的协议 第三个就是BGP BGP呢是一个外部网关协议 在不同的自制系统之间交换路由信息 那由于网络的环境非常复杂 需要保证可靠传输 所以会采用TCP来实现可靠传输 那这三个所对应的几种封装协议呢 就是UDP IP 以及TCP 那这样记忆可能会有一些复杂 而且有的时候会想不起 在这里面呢 记一个比较形象的方法 首先这个RIP呢 它对应的就是UDP 我们取它们前面的两个字母 R和U 就是可以这样记忆 就是RA RU 那OSPF呢 对应的就是IP协议 我们同样是取前面两个字母 也就是OI 那这个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 操作系统里面的OI 这样一个结构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这个 BGP 它采用的是TCP这种协议 我们依旧取前面两个字母 B和T 那BT大家非常常见了 我们经常想的就是这个变态 那通过这样子的记忆 我们可以把这些比较枯燥的知识点 给它灵活运用起来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记忆方法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再去给自己创造一些新的记忆方式 那这道题综合下来就选择的就是D选项 好 本道题讲解结束 D筑 D筑 D筑